解鎖素食麥當勞又爆出薯條缺貨荒 這回是因為船運延誤的關係 導致薯條delay到貨 那麼現在全臺灣402家門市 陸續停售薯條的相關項目 目前是有部分分店貼出停售公告 業者則對外表示說 預估在5月20號會陸續恢復正常供應 走進麥當勞想要點份薯條 現在掏錢也吃不到 受到船運延誤影響 全民風的薯條又缺貨了 來到素食店的點餐機台上面 可以看到一旁貼出的公告 強調說因現在全球的航運不穩 因此薯條相關的品項呢 是暫停供應緊急補貨當中 而另外也提供民眾 像是地瓜條還有雞塊的品項來做選擇 美薯條還有地瓜條 暫時先擋擋口腹之欲 船運惹的貨到了5月還在燒 原定更早之前就要到貨的薯條 預計延後到5月19 20號才到 業者掛保證5月20號將會恢復正常供貨 這幾天就看各門市的庫存 賣完就停售 民眾想吃可要碰碰運氣 今天有值得慶祝的事情 所以我在想說來吃麥當勞 想說就是碰碰看 運氣會不會再搶到最後一份薯條 結果沒有 因為我不喜歡吃地瓜薯條 想吃薯條 鋪紅民眾難掩失落 所幸這波缺貨潮 沒有擴及其他素食業者 漢堡王表示目前沒有供應問題 甚至還推活動加送中份薯條 摩斯漢堡薯條跟肯德基的香酥脆薯 同樣是正常供貨 道士subway受到加拿大水災 澳洲旱災影響 培根暫時缺貨 還不確定到貨日期 但要是真的想吃吃不到 民眾是否願意改吃別家 還是覺得麥當勞的薯條比較好吃 對我來講薯條就是麥當勞 一連幾天的薯條荒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素食小確信 有獲算幸運 沒有就先忍忍吧 接著黃之傑李遂與台北採訪報導